中国化妆品对韩国出口额同比大幅上升 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月 中国化妆品对韩国的出口额同比上涨大约190% 据报道 受物价上涨影响 今年韩国消费者在化妆品上支出减少 相比高端化妆品 消费者更爱买性价比高的中低价化妆品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化妆品的自身优势 以及最近在韩国走红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也是中国化妆品进入韩国市场的有利因素 在韩国 有美妆博主表示 我现在化妆不能没有来自中国的遮瑕膏 中国惨妆品牌的全趟纯泥产品 也赫然出现在韩国明星化妆室 在日本社交媒体上 重视妆容成为热门话题 据报道 在中国潮的带动之下 来自中国的畅销化妆品牌也登陆日本市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近年来日本热播的中国古装剧 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彩妆和中国妆容的普及贡献了力量 不少日本女性观众喜欢上孙丽 周迅等演员后 开始尝试中式妆容 部分中国化妆品品牌抓住热度 通过与日本知名美妆博主合作 制作中国妆教程视频 介绍自家产品和东方美的特点 引发了中国妆热潮 最近几年 东京商场里的中国化妆品专柜多了起来 随着美妆博主化妆台上出现的中国化妆品越来越多 很多国产美妆品牌纷纷抓住机遇 布局海外市场 近年来 Into You 柯拉奇 花枝小 完美日记等国货美妆品牌们纷纷踏上出海的道路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曾有不少消费者对中国化妆品抱有质量差等负面影响 但最近 中国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此外 重视妆容塑造了个性强烈的酷女孩的形象 对强调自然和可爱元素的日本女孩来说充满新鲜感 因此 中国妆容和化妆品迅速俘获了Z世代的日本年轻人 在社交媒体讨论中 美容博主精心挑选的中国妆品牌榜单 成为很多日本女生购买化妆品的参考标准 据日本进口化妆品协会统计 2022年 日本从中国进口彩妆类产品较上年增长近44% 总额达104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5.08亿元 在日本进口化妆品国家中排名第三 今年上半年 日本从中国进口彩妆类产品 同比增长约45%至61亿日元左右 月居第二 其中 眼妆类产品进口额达34亿日元 同比增长超过51% 增幅排名第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启者 李宗盛 接启者 李宗盛